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股昨晚上升 升了52點 間接地施基金的港股高開182點 高開後有些回落 今天的動力來自3.5點 有3.5點法力 行借方面 今天的高低波幅有228點 收市部20791點 上升了269點 成家方面增加了 631億 留意下 我們未來5月份有新班開 我們今期的班有些特別地方 有個二人同行價 七五折 如果大家要拿這個優惠 儘早一點 今期的班裏有些股票 渦輪 期指方面 一些現場實戰示範班 大家留意下 看看我們的網站 今天的大節走勢方面升了269點 成家方面都增加了 不過你說方向性是否這麼明確 暫時還未是 現在我們畫個通道看看 好 這個 這樣連上去 低位的 好 這樣 這個通道方面 我們可以分為一個上升或下跌 叫下跌通道 為甚麼呢 向下走的 不過現在來說 傾向於較為拉腳 因為你見過通道來說 其實傾斜的部份來說 未屬於太過傾斜 所以現在傾向於大股方面是觀望的 其實大股方面拉腳的情況 由這時開始 由2月頭到現在 都成兩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我們說 看看炒股方面 炒股不炒市 有個別股票留意下 1238 1238來說 是保隆地產 去從事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和酒店的營運 今天收市價來說 1.48 升了0.07 升了5% 成交方面來說 有640萬 在這個股票來說 其實之前來說 你發現下跌也挺厲害的 好 在底位方面 有個滿形的底部 形成了再反彈向上 好 近期有些回徒 回徒之後來說 你見到現在方面 家權平均線10天突破20天 還有一條大洋竹 所以為何說有個動力出現呢 原因就是有兩個因素 平均線加大洋竹 變成這個升的狀況來說 目標去到多少 目標方面 目標去到上面這個範圍 遇到過七度 所以空間上面 也挺多一下 這些股票留意一下它的變化 很快就到復活節了 我也會放下假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間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下個星期二 這個4月10號 到時再見 拜拜